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桃季小分队特别登场 为袁卫堂江准备了一次考验 看看他们是否了解彼此 将军和袁帅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了 你好 这是 好的 没问题 我可以回答下面的问题 将军为什么会晕倒 因为他有眼泪过敏症 将军在小时候管袁帅叫什么 圆圆哥哥 将军最喜欢吃什么 袁帅做的将军都喜欢吃 对吗 不对 不对 那个 糖炒栗子 对了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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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眼睛还好小 怎么发 我红着你的花 我红着三 二 我红着三 我现在还有了 我红着三日当天 恭喜 由于西 白路过的2021 按键业千销之夜 年度人妾演员 谢谢 谢谢 你们有症吗 我没有被整骨吧 你们有症吗 我获得的是什么 太可爱了吧 感谢爱琪 感谢龚总给我这份荣誉 然后感谢我的公司欢迎女士 谢谢所有 你爱我 宠我 护我的 我的陆荣们 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然后着重感谢一下 我的搭档罗云熙 罗老师 如果没有你这么棒的元帅 也不会有我这个将军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能跟你再合作 感谢爱琪给我这样的荣誉 谢谢大家对蜜糖的支持 我也会继续地努力 然后把更多更好的作品 带给大家 希望你们在2021年 也可以收获像 将军这么甜的女友 和元帅这么好的男朋友 祝你们幸福 祝愿所有人 希望大家能够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一定要甜甜蜜蜜 开开心心 幸幸福福 这也太甜了吧 我酸啊 就是蜜糖开播 就是蜜糖开播 没有其他的呢 蜜糖 杀青 其实挺多的 今年惊喜挺多的 比如说 今年连着演了两个 跟我完全不像的角色 就是玉楼春的 林少春和现在的诗姨 对然后蜜糖的播出 杀青 然后今年的生日 对 对 基本上这些 四星踏地的暗恋 好热 夏天又来了吧 蜜糖对我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部戏 因为蜜糖确实是因为 我去年也是有一段 自己心情比较低谷 然后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 一段很比较迷茫的时期吧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蜜糖来了 蜜糖所有的从演员到制片到 反正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合拍 然后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是治愈我的一个良药 所以我是觉得我的运气是 包括心情都是从蜜糖开始变好的 所以蜜糖是对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它是我今年的尖叫时刻 预告就是一生一世 是差不多暑假 然后明年计划就是想把 一起想演的仙侠演了 希望能挑战更多类型不一样的角色 然后能够一部戏比一部戏进步一些 希望白露越来越开心 然后收获的东西也可以越来越多 然后烦恼越来越少 然后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事事顺心 那我自己的尖叫时刻的话 其实有很多啦 比如说今年的新戏拍摄完成 在沙千的那一天 那包括我的新专辑 在制作的最后那一天 也有非常多的感慨 当风停的时候 你不要随波竹廊 无论何时你远回逃亡 我都会做你最暖的光 我希望这一切的一切 最后都能够顺顺利利地呈现在 所有的观众面前 然后交给大家一张满意的答案 比如说我的新专辑刚才提到了 应该是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2021年也会有很多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也希望能够顺利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和满意